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枝堂,今天来看看日本的住宅区的垃圾堆放区吧。 日本的垃圾堆放区,感觉都很干净,我所住的团地的垃圾堆放区也是如此。 这个垃圾堆,也不是任何人,都可以在这里扔垃圾,上面写着本团地的居民才可以扔,否则就是犯罪。 而且马路上也很少有垃圾桶,出去玩的话,一般还要把自己制造的垃圾带回来。 在这个生活区中的垃圾,一般是生活垃圾,生活垃圾又包括可燃垃圾,和不可燃垃圾,还有资源垃圾。 可燃垃圾,包括除鱼垃圾,少量的汁液,纸屑,塑料类,橡胶皮革制品和旧衣服等。 布燃垃圾包括金属,陶瓷器皿,玻璃制品等。 资源垃圾一般分为瓶子,铁罐,易拉罐,喷雾罐,干电池,瓦斯罐,旧报纸,纸箱,包装容器,塑料盒等。 除此以外还要大型垃圾,比如空调,冰箱,铁垫,洗衣机等大家垫,都是大型垃圾,需要付费才能处理。 生活垃圾里面,扔的最多的是可燃垃圾,因为除于垃圾,汁液,纸屑,塑料类,橡胶皮革制品和旧衣服等,都是可燃垃圾。 都是用塑料袋子装好了,放在垃圾的箱子里面。 垃圾多的时候,会摆满半个堆放区。 但是即使垃圾堆的很多的时候,也基本看不到苍蝇,也没有什么异味。 每隔几天,打扫卫生的阿姨,就会把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 不但垃圾被清理掉,而且地面上也都用水冲洗干净。 可以看出,这个打扫卫生的阿姨,还是很负责的。 一个人在那里打扫了很久呢。 大家觉得怎么样? 现在我们中国的垃圾分类也很细了,相信以后也会越来越好的。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谢谢观看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